江苏延城祥水321事故后 不少市民踊跃来到延城市祥水县 无常现雪点奉献爱心 3月22日晚9点钟左右 中国新闻社记者在祥水县一街头现雪点看到 市民在路灯的照耀下 年夜赶来无常现雪 爱心采雪车场早已挤满了现雪者 在支援者的帮助下 登记填表 采雪化验 静脉抽雪 整个现雪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当晚市民薛女士从宁县灌篮驱车赶来 一方有难八方资源 希望尽我自己微博之力吧 能挽救一条生命是一条生命 而市民齐先生是一位有着数年无常现雪经验的爱心人士 当天他带着孩子一同前来 勉励他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今天晚上就过来现雪了 尽一点微博之力吧 爆炸发生以后 广大市民提到这个消息呢 就勇要参加自发的来参加新雪 从昨天下午四点钟到现在 就直目前为止 接近九百个人来参加的无常新雪 采好了以后就送到那个市中心雪站 经过这个检验合格以后 送到各个医院救治伤员 除了这些爱心市民之外 采雪点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同样也值得尊敬 昨天下午四点钟一直到今天凌晨五点钟 然后我们回去就洗洗脸 刷刷牙 然后就是六点钟 七点七点钟又赶到这边 那预计几点晚上 今天晚上可能要到至少要到十一点钟 因为还有这么多人 在下边你看还有 车子外边还有这么多人在等待 据悉当地部门已经充分做好血液供应 药品 器械补充等保障工作 启动突发事件血液保障应急预案 确保医疗救治血液供应 目前江苏省及盐城市血液库存充足 截至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医疗救治已用血浆1.8万毫升 红细胞256单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